马茨前保罗可是捡到宝了 根据保罗定律 马茨下赛季必尽极后赛 相信马茨和保罗的这笔签约 大家应该都是十分看好的 毕竟上赛季文斑亚马身边 一个靠谱的后卫都没有 还能打出这么出色的表现 这回迎来了空位之神圣保罗 下赛季不得直接起飞了 纵然保罗职业生涯都有一个神奇的定律 凡是他假蒙的球队 新赛季斩季必定要比上赛季大幅度提升 就算是当初空降火箭 球队的胜率也从上赛季的67%提升到了80% 在雷霆那一年就更不用说了 都以为保罗去养老 结果硬生生把一群新兵男子领进了季后赛 毫无疑问 这个定律会在马茨身上继续延续 因为马茨这战绩 好像也没什么下降空间了 玩笑归玩笑 保罗对于球队的提升那是显而易见的 勇士放弃他也是无奈之举 毕竟那可是3000万的球队选项 勇士也确实是没什么钱了 而胡人那边早在2011年就试图交易过保罗 说一句对保罗垂涎欲低 那是一点都不过分 然而这回胡人竟然没有竞争过马茨 属实有点说不过去 不过也可以理解 毕竟胡人只能给一份几百万的底薪 人家马茨给的可是足足八位数 我话放在这 如果不出意外 马茨下赛季保底附加赛 大概率季后赛 谁赞成 谁反对 啊 明天被换过了 我 有点